大家不用客气 记住了 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看路 否则 东小医生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他滚进了长着刺的灌木丛里 他撞上了一棵树 苹果都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我的天哪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救护车就在这里呢 对 快上车坐好 好 孩子们 别担心 宗雄医生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谢谢 我想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别忘了 我自己就是医生 对 可我们必须完成所有的检查 我真的觉得不必这样 你就别再说了 孩子们 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呢 检查他是不是清醒 回答正确 佩奇 你清醒吗 宗雄医生 是的 很好 他很清醒 我很感谢你们的好意 可是我 有谁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要询问他的名字 是的 可这次并没有 请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宗雄医生 现在我们要询问事情的经过 你们都看到事情的经过